AXASIS KREED 一个焦历史必了 是还要精彩的游戏 没错 这就是AXASIS KREED的传统 我们非常爱这款游戏 真的 在刺客教条中国编电史推出后没多久 我们现在又看到了另外一款游戏的实际画面 那就是刺客教条 枭雄跟另外一款游戏蛮像的 时间设定是在英国 我非常感谢Ubisoft终于把英国枪用队的地方了 我的名字是François Félain 我的名字是Marc Alexei Coté 时间是在1868年维多利亚时代 如果你是富尔摩斯的粉丝的话 你一定不能错过这款游戏 其实刺客教条枭雄早在去年的12月 就已经有图片不小心释出 而且那时候其实不叫做刺客教条枭雄 而是叫刺客教条Victory 那恐怕是跟他维多利亚的时代有点关系 维多利亚跟Victory Victoria Victory 有点下 我们的新刺客叫雅克弗莱 我应该要念出他的名字 跟双胞胎妹妹或者是姐姐叫依偎 这或许暗示着我们会有 co-op的游戏在单人剧情里面 我这样讲有点怪怪的 既然是co-op 应该就不是单人剧情才对 反正你应该可以切换你的角色在单人剧情 这是我非常想看到的 因为在刺客教条大革命里面 他们很想要呈现这样的感觉 但是游戏制作单位说 我们要花两倍的时间来做那个动画 那其实有点花时间 我们宁愿让这个游戏 就是脸消失 跟塞很多人在广场里面 然后bug 我们宁愿这样做 我们也不愿意多花时间来做双倍的动画 在这一代我们应该是真的可以看到 可以有角色切换在单人剧情的战斗里面 我觉得会非常的酷 - 和这一刻 - 你们都会为我们工作 - 那我很好奇的是维多利亚时代 没有太多的暴君统治啊 没有一个东西要去推翻 那我很好奇说他的敌人会长什么样子 他的故事背景要怎么样的设定 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说 《刺客教条》在历史方面 我们是不用担心 他非常的考究 非常的讲求真实 他教我们很多历史的故事 但是我很担心的是 他的剧情的内容够不够精彩 - 过了几年 - 几年多的车路 都建立了 - 以地的距离 那还在这次的《刺客教条》 《萧雄》里面 我觉得会更加的暴力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打斗的画面 有手指虎这样的东西 其实非常的肮脏 非常的酷 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 可以看到有长柄的散弹枪 而且我也更期待看到 《《刺客教条》越来越接近现代 虽然有人会说 他会变成下一个看门狗 或者是变成下一个小小铃车手舞 但是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 他可以尝试不同的年代 跟尝试不同的故事背景 他也是更快 更流畅的《刺客教条》 不过他几乎每一代《刺客教条》推出的时候都会这样讲 《《刺客》的《刺客》会变成下一个最快的《刺客》 火车可以在火车上面、车厢上面打斗 在捷运 哦没有捷运 火车上面打斗 或者是在车厢之间跳来跳去 在马车之间跳来跳去 我觉得这是非常帅的 然后在开发版的画面 可以看到马车的追逐的场面 你可以撞倒路边的东西啊 然后两个马车互相相撞啊 可以看到路上的路人跟马车 其实配合上是蛮协调的 在马车动画上面设计应该是蛮困难 他可以把它做得像一般车子在移动一样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是蛮酷的 所以到了最后我要说的是 我没有对这个预告片 或者是对这个全球揭露的影片 没有太大的惊讶的感觉 一方面是我已经大概在去年 就已经知道它的游戏的故事的设定的背景 另外一方面是游戏的画面 没有给我太多的经验的感觉 我知道它是开发版的画面 但是在很多的新功能 或者是他们认为所谓的新设定上面 其实之前在 Assassin's Creed 之前的系列其实都已经看过了 所以这点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虽然他们花了两年在做这款游戏 但是我还不知道说它的幕后的 一些背景故事啊 它的商人是圣殿骑士的一些背景故事 或者是刺客的背景故事 我们大概只能知道一点皮毛 所以现在断定还算是太早 而且开发版的画面看起来也算是还OK的 更新到我们的游戏是使用環境 欢迎在下面留言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 如果觉得获得新的资讯的话 也欢迎在下面按喜欢 或者是你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声音的画面带来到这边 拜拜 如果大家学历史的话 哦 就这样解释 如果大家学历史的话 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好像刚才才 就是刚这个材料才刚被发明 这是MAT的历史小教室 才刚被发明 所以他们做了很多像巴黎贴塔啊 或者是只有女神像啊等等的 我记得没错的话 然后